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极乐世界境界的现前 一定要我们的念佛心在这里起作用 感召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 令我们横超三界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我们现在见到的娑婆世界五卓恶事 是梦中所现 是我们的慧心 恶因所感召的恶果 那么极乐世界是我们的静心 所感得的净土 它是大绝境界 而不是在梦中 娑婆慧土的梦是噩梦 是让我们在梦中越来越苦 是梦中套梦 梦里更造业 梦中家梦 那么往生净土一法 是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 见到实相 念佛就是生生唤醒梦中人 我们每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都为把梦中之人唤醒 无量光 无量寿的性德就是朗然大觉 出离梦的境界 以这个无量光寿境界 来转化我们无名的妄心 所以我们要从梦境当中醒来 就要赶紧念佛 发愿求生净土 这样我们为敬业所感的极乐世界 为心所现的阿弥陀佛 就是自信佛 自信佛就是自信觉 我们就能够的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破一品无名 我们跟诸佛如来的法身同生性 就从见私祸里醒过来了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净土难信 大家有缘接触净土法门 以后一定要随分随力地修行这个法门 相信这个法门 要多看净土五经 多看阴光法师文超 真正把握生命的真实 把我们有限的人生作为一个投资的资本 一定要投到最有价值的方面 念佛成佛 纳摩阿弥陀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的点赞订阅支持 过客再次多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